大家好,我是叫奥尔夫音乐的黄老师 在评出了一周之后 我有一些话 想和广大关注我的朋友说一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火 以前就是想通过抖音来进入自己的教学和生活 以及传递音乐的快乐 当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有过亿的人观看 直播间有一千万点赞的时候 我很开心,我很激动 没想过,普通的自己能被这么多人关注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网络,营销号 为了流量,依蔑我,攻击我 让我逐渐从开心变得十分焦虑 何不知所措 因为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这些都是我使用问题的 大量的乐意众生的评论和文章 让我感到苦不开言 在这几天家人无时不刻的陪伴和开导之后 我终于决定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一切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我想尽重地就以下几点谣言 做一个强青 一 造谣说背后有专业团队的 是依靠炒作才活起来的 我想说我目前没有签约 我没有任何专业公司 也没有专业团队 二 造谣辞职的 我没有辞职 我现在已经开始上课了 到今天 成熟二夫教育已经超过七年了 陪伴孩子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我也没有辞职的想法 三 说歪尔挖这首歌 我不是原创所发的 首先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原创 我很尊重原创 也没有标榜自己是原创 我本身就会学习一些好听的儿歌 听众给大家 作为你奥尔菲尔老师 我不仅会唱这些儿歌 我还会教奥尔夫的一些 一起 做到收入过百万 甚至过千万的 开直播的时候 确实也收到过一些打赏 但没有另外像网络说的 收入过百万 过千万 我没有接 任何外货的广告 也没有和其他公司有商务合作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收入 会造谣者能严重进展的 谢谢大家 很关注我的外观 我并没有用者能 也没有严重的剔图 用很多生活照 可能用来就会逼 如果觉得我外表不好看的 我当然也可以接受 我等着是你的发同人 不过我觉得一个人的 外表品质和教育 以外表更重要 还请大家 对付关注我的教学和做题 随着抱魂被忘包后 也打破了我原本的工作和生活 说真的很受伤 但是这也是我说的 承受繁华带来的荣耀背后 也要承受与之而来的是非 但是随着现在平静下来 我还是会坚持 自己的初心和生活 继续做你奥尔斯音乐的推广者和老师 闲暂之一 也会继续参与到音乐公寓等活动中来 最后 我要谢谢 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鼓励我 安慰我 陪伴我一起成长的万千网友 是你们让我更加坚强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 这份简单的童真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